你们家怎么那么小啊 说实话 现在后悔 当初给你介绍那么多有钱 你都看不上 怎么 爱今天当饭吃吗 幽暗舒适的咖啡厅里 女人搜索了关于产后抑郁的症状 她是位新手妈妈 工作和家庭的重担 让她苦不堪言 一声鸣笛 打断了她片刻的喘息 是时候回家照顾孩子了 因工作需要 白天不在家时 是女人的朋友偶尔来照看孩子 她也是家庭主妇 一女人晚回来了几分钟 家里的两位大爷 已经开始电话轰炸 不停催促朋友回家 现在她也赶忙走了 回到拥挤狭小的家 女人小心关上门 生怕细微的声响 朝行刚睡着的孩子 看着她田径的睡帘 女人安心了一些 可回头一看 散落满地的玩具 桌上的残坑剩饭 堆积如山的衣服 家里一堆的活等着收拾 女人任命地行动起来 为不吵醒孩子 她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而缓慢 而这样无疑又增加了收拾难度 一天下来不仅在外要工作 在家也没得休息 女人已经泪瘫在沙发上了 此时门口传来声响 是丈夫回来了 女人让她动作小点 孩子睡着了 别吵醒她 她立行闻了闻丈夫身上 果然她又受烟了 你不知道家里有孩子啊 为不吵醒孩子 女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水龙头 开始收拾堆积的碗筷 收拾途中 想看看丈夫在干什么时 就先看到了乱丢的鞋子 随手丢的袜子 女人什么都没说 只是站在身边冷冷地看着 男人解释道 工作着急 女人不肯妥协 什么要紧的工作 让你连放双鞋 丢个袜子的功夫都没有 男人无奈地行动了 却也只是把脏衣服丢在洗手间 没有多余地动走了 女人继续收拾家里 为不吵醒孩子 她不敢用洗衣机 只能搬来凳子 到外边用手搓洗 自己这般劳累 丈夫却躺在沙发上刷视频 惬疑得很 女人越看越生气 紧握双拳 轻轻抱起 再给孩子寄母乳的功夫 她看起了离婚协议 女人做的一切 丈夫一无所知 撇过去一眼 她就摸着肚子喊饿 让煮东西给她吃 绝望到极致 就变成了无奈 女人还是去煮面 给丈夫填饱肚子 可没几秒的功夫 男人就把她辛苦 挤出的母乳打翻了 没有收拾 没有道歉 只有拿着手机 说要出去打电话 就这么把烂摊子 留给妻子收拾 女人说完残局后 想看看丈夫 到底在干嘛 透过猫眼 她满脸惬意愉悦 宛如陷入热恋的小伙 压在女人身心上的 最后一根稻草 垮了 男人想找妻子质问 却瞧见她 转过身后的 那满脸泪水 妻子只看见了 丈夫回家后的无作为 实际上 辛苦的不止她一人 男人辛苦 几个月的方案被驳回 扣除房租水电费后 她仅剩几千块 这剩下来的日子 可怎么过 可日子再苦 也不能委屈老婆 男人买了妻子 想要很久的面霜 回去后 却看到贴在窗上的罚单 一天下来 几乎没什么顺心的事 但好在 朋友知道她的困境后 主动给她介绍一个客户 要男人回去 把客户的视频全看一遍 争取今晚处方案 朋友的介绍 无疑是雪中送炭 男人回去后 在门口酝酿了许久 他不想把在外的压力 带回家 徒增妻子烦恼 于是挤出效益 装作不在乎 在他为客户方案苦恼时 公司总监发来短信 要跟他打电话 说对他的方案有帮助 男人走到外边 看到瓶子掉落在地 他想捡起来 却不小心打翻母乳 弄得一片狼藉 妻子不懂丈夫的苦 丈夫也不懂妻子的泪 为不朝鲜孩子 他们选择用手机沟通 女人跑到厕所 男人走回房间 他们拿出手机 妻子在对话框上打 我们离婚吧 丈夫说 你是不是脑子坏了 女人泪流满面地继续打出 孩子我自己待 没有你的生活会更好 我正后悔当初没听王姐的话 去跟那些富二代相亲 丈夫则说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工作有多累 我不工作不加班 你和西北风吗 我每天累死累活 就是为了回家受你的气吗 心里的苦楚被两人一一打出 一字一句都是直戳人性的话语 可最终他们思索了一番 也冷静了下来后 选择了全部删掉 最后出现在对方的聊天框里 只有一张张你来我往的表情包 刹时间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随着幽默的表情包而湮灭 妻子从厕所出来了 她泄愤地在丈夫手上狠狠咬了一口 丈夫也从包里掏出了那份迟来的礼物 这场岌岌可畏的爆发 在送出礼物的同时结束了 大闹中孩子的哭声响起 这是一部十几分钟的短片 是多少家庭多少夫妻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恋爱时如交死期 婚姻后却争吵无数 大多是生活的琐碎 工作的不顺 消磨了彼此的耐心 柴米油盐酱醋茶 哪样不需要自己操心 久而久之累积下来的埋怨 只需对方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的确 爱情不能当饭吃 但它是精神上的粮食 疲惫时的慰藉 鸡毛蒜皮的争吵 都需要双方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不如婚姻 组成家庭 本就不再是独自一人承担 你理解我的难 我也懂你的苦 有时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的 千万别因表面现象而往下定乱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容易而自 沟通是维护感情最好的方式 生活本就不易 夫妻二人为何不携手并进 冲破困难呢 好了 这里是萌妹电影 静音带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